嗨 咱們是電雷 各位語音眾生大家平安 我是Johnny 你們也可以稱呼我做大寶法王 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這一集呢 我想跟大家來聊聊 曖昧這件事情 因為韓劇流行的緣故呢 大家開始封整形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醫美的手術很多是侵入性的 它其實伴隨著很高很高的手術風險 前一陣子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一位A小姐 她覺得她自己的鼻子不夠挺 所以她就到東區某一個整形外科診所 進行隆鼻手術 手術之前呢 診所給了她一張鼻部整形手術同意書 請A小姐簽名 簽了以後呢 她就很高興地去進行了龍鼻的手術 想不到手術後的第三天 她的傷口部位竟然開始化膿 並且出現奇怪的味道 只好趕快返回診所去檢查 最後竟然發現感染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醫生只好緊急的將本來植入的東西整個取出來 用了抗生素治療 後來呢 雖然傷口愈合 但是A小姐 就絕完全的喪失 A小姐這個時候想到自己說啊 我有投保的一個傷害保險 也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意外險 她就準備好的相關的文件 向保險公司請求所謂的失能給付 沒想到這個時候保險公司告訴A小姐說 你簽了手術同意書 你應該知道 這個手術是有風險的 那你就不能夠因為手術的後遺症 導致的失能 來請求我們意外險的理賠 A小姐當場呆在那邊 其實龍鼻的手術就是所謂的植入式的龍鼻 那現在比較popular的手術的方式 有一段式 兩段式 兩段式就是所謂的韓式的龍鼻 還有三段式的龍鼻 放進去鼻子裡面的填充的材料呢 也有矽膠 卡麥拉 Vortex等等的人工材料 也有字體的耳朵的軟骨 或者是肋骨的軟骨 當然也有用液體的骨頭 但是不論哪一種呢 都可能造成發炎感染 鼻膜穿出 以及鼻頭軟縮等等後遺症的風險 雖然發生風險的機率也沒有那麼高 但是呢 一旦發生風險 就可能要面臨到重新的手術 而且呢 你如果發現了完 或者是對於一開始的感染的情況 不加理會的話 很可能會傷到 嗅覺神經的感受器 或者直接傷害到嗅覺的神經 就有可能導致永久的後遺症喔 意外險的保單 你如果給它翻到最後一頁的話 各位看看 你的最後一頁一定有一個表 叫做 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這個表呢 很重要 你一定要看 因為這個表 主要要告訴你說呢 意外險不是只有賠意外死亡喔 你如果因為意外事故造成失能 你可以獲得 你的保險金5%到100%的理賠喔 現在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裡面呢 它總共將失能等級分成11級 裡面列了79個不同的失能項目 Lily Coco 79項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清楚 例如最嚴重的那一個等級叫做 中樞神經失去功能 遺症極度的障害 A小姐呢 兩側的嗅覺永久喪失 聞不到了 其實是符合失能等級表裡面的 4之1之1項 也就是鼻部缺損 導致機能永久遺症顯著的障害 屬於失能的第9級 那它有機會獲得 20%的保險金的理賠 A小姐自願承擔這個風險 到底可不可以算是意外事故呢 帶法王看一看 法王看見的結果 是 為什麼 簡單的說呢 只要是死亡或者是失能的結果 是你在做某一個動作的時候 沒有預期它會發生的結果 就是意外 大家都知道游泳有溺水的風險嘛 但是沒有人去游泳是為了要溺水而去游泳的啊 游泳溺水死亡 既然是游泳的當時所沒有遇見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意外 那同樣的道理呢 A小姐她簽了手術同意書 充其量子表示說 A小姐了解手術的風險 不代表說 A小姐預期說風險一定會發生 所以法王要強調的是 你知道風險的存在 不代表希望風險發生 所以A小姐是有機會獲得意外險的理賠的 那麼我們就要來談一談說 A小姐最終可不可以獲得理賠呢 上一集我們有講到 要構成意外險裡面所謂的意外事故 有三個要素 外來 突發和不可預見的三個要素 A小姐接受龍鼻手術 最後因為感染 而損傷了嗅覺 這樣子的情形 是不是符合這三個要素呢 第一個龍鼻手術 它是侵入性的 所以它絕對是外來的 第二個 它接受手術以後呢 病發症是突然發生 突然感染 它是急性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 因此它也符合了 突發性這個要素 最後呢 失能的結果是不是A小姐所願意見到的 當然不是 所以說這樣子的結果 對A小姐來說 有不可預見性 因此A小姐因為龍鼻手術造成失能 是屬於意外事故 保險公司呢 應該要理賠 失能保險金 當有人告訴你說 你簽了手術同意書 意外險就不賠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輕易的相信 法王告訴你 你要先請你的醫生診斷 看看你的手術後所遺存的障害 有沒有符合意外險保單後面的失能等級的任何的項目 如果有的話你的意外險的保險公司是必須要理賠的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市場上各種保單 逝世而非的講法 為雲雲眾生 為弱勢的消費者來爭取權益 為大家點亮一盞明燈 如果你有任何保險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 並且按一下我們的小鈴鐺喔 大寶房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